大家好,我是助教賴應俊 我今天會介紹一個非常基本,但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電路 它叫做做出一個標準的電壓標準源 那這一個電路為何如此重要呢? 因為它需要做出一個非常穩定的電壓 供給後方的電路來使用 例如說,當我們需要製造出一個磁字窗石 我們就需要兩條非常準確不會變動的電壓 來達到讓後面電路做判斷的使用 所以這個電路需要提供一個非常穩定的電壓 給後面的電路使用 那這個電路需要有什麼特性呢? 這個電壓要不受你的負載影響 不受你溫度的影響 也不會受到供給電壓的影響 那這個電路才能夠被使用 那這個電路呢?通常會有兩種的設計方法 一種設計方法是利用BJT 來達到0溫度係數的電路 第二種是利用全 CMOS 做成的電路 那我會分別各自介紹這兩種電路如何操作 如何去看 還有這兩種電路的各自的優缺點 下面我們就先介紹 BANGAP REFERENCE 這個東西 它的中文名字叫做能攜帶参考電壓電路 那這種電路的使用方式是利用一個PTAT Proportional to absolute temperature 與溫度成正比的電壓 以及一個CTAT Complementary to absolute temperature 與負溫度係數成反比的電壓 那利用這兩個係數來去補償達到0溫度係數的效果 那 BANGAP REFERENCE 這種電路的 REFERENCE 值呢? 大約都可以利用統整狀況寫出下面這個式子 V REFERENCE 的值會等於 ALPHA 1 倍的 VBE 加上 ALPHA 2 倍的 VT 乘上 LN 的 N 倍 那其中這邊的 VBE 是 BJT 的 BE 的電壓差值 那 VT 是 Thermal Voltage 的值 那 N 就是如下圖兩顆 BJT 的顆數差 那我們通常是讓右邊的 BJT 是左邊的 BJT 的 N 倍 那我們將 VBE 去對溫度做微分之後 我們可以發現 VBE 是一個負溫度係數 那它對溫度微分之後呢 的值大約為負 1.5 MV 每度 K 的變化 那 VT 會是一個正溫度係數值 它會是 0.087 MV 每度 K 的變化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調整 A1、 ALPHA 1 與 ALPHA 2 乘上 LN 倍的比值 來達到 LN T C 的效果 我們這一張是來介紹 BANGAP REFERENCE 的操作模式 那我們可以看到整個 BANGAP REFERENCE 會有一個 OP 還有三個電阻 以及兩顆 BJT 所構成 那我們可以先看到 VOA 以及 VOB 這兩個狀況會是因為 OP 當 GAN 值夠高時 就會形成兩端輸出短接地的狀況 那 VOA 就會等於 VOB 那當如果我 I1 等於 I2 時 我就可以得到 VB1 會等於 VB2 加上 I 乘上 R2 利用剛才的短接地我們就可以得出這個公式 那 I R2 就會變成等於 VB1 減 VB2 那我們剛剛也推的 VB1 減 VB2 就會是 VT 乘上 LN 的 N 倍 其中 N 就會是下面兩顆 BJT 的顆數差別 那整個 VR 的結果就會是 VB2 加上 VT 乘上 LN 的 N 倍 乘上 E 加上 R2 除以 R 那為什麼我們要去做出這個電壓差值呢 因為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VB1 會是一個負溫度係數 是負 1.5 mV 那 VT 會是正溫度係數 0.087 mV 這兩個差值差的非常大 所以我的 A alpha 2 LN 的 N 倍 需要約等於 17.2 我才能達到 0 溫度係數的狀況 那如果我只單靠 BJT 的顆數差距 我需要一個非常大的 N 值 我才有辦法達到 17.2 的狀況 所以我利用了分壓電阻來讓 N 值不需要這麼大 我就可以達到比較好的溫度係數的效應 那 BandGate Reference 會有什麼缺點呢 它的缺點就是它需要使用 BJT 來達到 0 溫度係數的效果 BJT 的 BBE 的差距大約就是 0.7 V 那我就可以知道說我的 Supply Voltage 我的供應電壓就必須要高於 0.75 非常多 我才能讓這個電路啟動起來 那這是非常不利於 IoT 的設備的使用的 IoT 的設備通常會 Supply Voltage 在 1 幅到 1 多幅的狀況下來操作 那整體 BJT 造成的 BandGate Reference 也是非常耗電的 所以我們需要做一個更新的架構來讓 IoT 使用 那我們現在就講到利用全 CMOS 做成的 BandGate Reference 它的特色是什麼 因為它使用 MOS 來做它的溫度補償的係數 所以它可以讓整體的電流下降 讓整體的耗電下降 然後 Supply Voltage 也可以比 BandGate Reference 來得更低 那我們現在就是簡介 如果你操作在普通的區域的話 它可能還是需要非常高的 VTH 那 VTH 過高代表你的 VGS 也要夠高 你才能啟動這顆 NMOS VGS 夠高的狀況下 Supply Voltage 也要跟著相對應的提高 你才能操作在正常的區域 那這是我們所不希望的 所以我們就讓整體的 MOS 都操作在 Substratial Region 下 那這個區域有什麼特色呢 這個區域的操作模式就會是 VGS 小於 VTH 的時候 我們整體的 MOS 就會操作在此區域 此區域我們的 VTH 會很小 所以我們 VGS 也不用這麼大 就可以達到把 MOS 完整打開的效果 那它的 LOW 電流也是非常小的 我們在整體 MOS 全開的狀況下 電流也是非常小的狀況 所以這是非常適合我們 BandGate Reference 來當作一個新的架構的因素 MOS 會有什麼特殊的原因 使得我們要做 0 TC 的狀況會非常困難呢 第一個就是我們所提到的 Body Effect 的效果 Body Effect 通常會是指 我們將 Source 端與 Body 端相接的狀況下 我們就可以得到好的 VTH 那在我們 VTH 想要更小的狀況下 我們就要對 Body Effect 做改變的狀況 那我們就是把 Source 端與 Body 端分開來 我們對 Body 做偏壓 那我們可以看到公式上面 VTH 會等於 VTH 加上 Gamma 倍的根號 2 Phi B 加上 V S B 減掉 2 Phi B 那我們去調整 V S B 的這個值 我們就可以去讓我們的 VTH 下降 那我們就可以達到說 我們利用更小的 V G S 就可以將整顆 MOS 開寫了 那整個公式裡面 V T 0 也是一個受到溫度係數影響的 那這個係數也會受到參雜濃度的影響 那參雜濃度也是一個對於先進試乘非常重要的一個係數 當我們的製程越來越先進的時候 我們的參雜濃度會一直下降 那這個下降的狀況也會造成我們整個 VTH 會從原本與溫度無關 變成與溫度有關 這也是我們需要解決的事情 那下面就是我們整個實驗室提出一個架構 整個架構會分成兩區 一區是 Current Reference 它是利用簡單的 Constant GM 造出一個穩定的電流源 Mirror 給後面的電路使用 那後面的電路我們可以把它簡單的看成 5 個 NMOS 那這 5 個 NMOS 我依序排列為 MN1 MN2 MN3 MN4 MN5 先看 V Reference 是什麼製造出來的 我們可以經由圖中的 3 個箭頭可以看出 藍色的箭頭為負溫度係數 它是利用 MN1 製成的 那 MN1 的值會是 VTH 加上 NVT 乘上 LN 的 3 倍的 IP 除上 NVT 那這個值包含的 VTH 這項係數跟 VB 一樣 都是為負溫度係數 後面就會是利用後上面的兩個紅色的箭頭造成正溫度係數 那上面這兩個箭頭簡單看就會是 VG 2 到 VG 3 的電壓跨壓 再加上 VG 4 到 VG 5 的跨壓 所以整體的 V Reference 的值就會是 VG S1 加上 VG 2 到 VG 3 再加上 VG 4 到 VG 5 那這個電路怎麼看 我們先從電流來分析 我們電流 MIRROR 過來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三條的電流都是 IP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 2 4 5 這三顆 NMOS 吃到的電流都是 IP 那第三顆 NMOS 因為 4 5 電流流下來 所以它總體得到的電流是 2 IP 看到 MN1 這顆 MN1 會經由 2 3 這兩顆的電流流下來 所以這顆的電流會是到 3 倍的 IP 那我們就拿 MN2 跟 MN3 當作例子來看 MN2 MN3 的電流比例為 1 比 2 那電流公式在 Subthracial region 狀況下的公式就會是 就是 IP 等於 MN3 乘上 SP 乘上 Exponential倍的 VGS-VTH 乘上 N倍的 VT 那其中的 MN3 就是 NMOS 的宅子移動率 那 C OX 就是 絕緣體的厚度 那 SP 就是整體 MOS 的 WLB 那 N VT 平方 VT 就是 Thermal voltage 隨著溫度上升而上升的一個因素 那我們利用兩條電流為 1 比 2 的狀況下 我們就可以列出第一條式子以及第二條式子 那我們在經由因為 IP 相等 所以我們可以把後面的那一項等於下面那一項的 2 倍 我們就可以推出第三條這一這個式子 會是 VGS 3 減掉 VGS 2 會等於後面的 VTH 3 減掉 VTH 2 加上 N VT 倍的 LN 括號 2倍 S2 除上 S3 那我們就可以經由調整 S2 以及 S3 的比例 去讓我們的這個正溫度係數產生變化 那我們就可以調整我們的正溫度係數的大小 那我們通常會讓 Sb 相接 讓 VTH 3 減掉 VTH 2 等於 0 那我們這邊就更進一步的將 Sb 拉開來 我們讓 body 端去偏壓 讓 VTH 3 減 VTH 2 也造出一個溫度係數 讓整體的溫度係數可以降得更低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下面這張圖 VTH 等於 VT 0 加上 γ倍的括號 根號 25B 加上 VSB 減掉 根號 25B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式子 帶入到前面的 VTH 2 減 VTH 1 那我們就可以得到 等於γ倍的括號 根號 25B 加上 VSB 減 根號 25B 那我們就可以藉由調整 VSB 這個來讓我的 VTH 2 減掉 VTH 1 形成一個新的溫度係數效應 那這個如何看呢 我們做法是利用兩顆疊接的 PMOS 接在 MOS 2 的下面 來造成一個係數效應 它們兩個流過的電流是相同的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剛剛的方法 一樣的方法 同樣推理的 我們兩個電流相同 所以我們就可以利用剛剛的電流公式 推導出相同的狀況 我們就可以推導出新的一個公式 新的這個公式就會等於 μ P C OX 乘上 N VT 平方 乘上 Exponential倍的括號 VG G S 減上 VTH 乘 N VT 我們在利用兩個 IP 2 等於 IP 1 我們就可以把兩個式子合併 我們就可以利用 SP 大於 SP 3 大於 SP 40 我們就可以推得正的溫度係數 那當我們 SP 小於 SP 4 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推出負的溫度係數 那這個溫度係數呢 因由於它放在根號裡面 所以我們又把它命名為 Square Root Compensate 因為它是放在根號裡面的 然後因為它的電流非常小 它是利用巴底端的漏電 來造成這個補償的狀況 所以我們把它稱為 Leach School Rate Compensate 然後後面簡稱 LSRC 那這個架構呢 我們就可以不斷的擴充 把它擴充成非常多層級的補償效果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原本的 BG 是利用一個正溫度係數 加上一個負溫度係數 那這種的曲線圖 就會形成一個微效的曲線 它會在溫度很高的時候偏高 溫度很低的時候也會往上漲 那我們就可以先利用一次的正溫度係數 在負溫度係數 domain的狀況下把它壓低 那我可以壓低之後 再利用一個正溫度係數再把尾端抬高 我們就可以看到如圖中右下部分 它原本由微效曲線變成一個波浪型的曲線 它就可以把溫度係數壓成非常低的狀況 那這就會是我們最後整體的架構 我們整體的架構就會看成一個 這個startup的狀況 使整個電路啟動 那再經由一個簡單的Constant GM 供應一個穩定的IP 給後面的Banger Reference來使用 那就可以看到我們同樣的 會有三條的IP 那由剛剛的推導的結果 那我們就會有兩組的LSRC的分支 我們一組做正溫度係數 一組做負溫度係數 我們讓整體的溫度係數 只讓它是對於溫度正成長而成長 那我們就只要做出一個負溫度係數 再做出一個正溫度係數 我們就可以達到 比原本微效曲線更好的溫度係數效應 那因為我們整體又操作在substratial region 所以我們的整體的substratial voltage 就可以壓到很低 我們整個電流所需要的電流也會很小 那就會達到我們所需要的要求 我們就可以把磁架構使用在IoT上 那今天就是我介紹的電路 謝謝大家